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肖凤凡 长生学在我身上见笑了,非常见笑 但我是来做反面案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天晚上,上完课的第二天晚上 也就是完整的一个一天,第二天 当天晚上刷牙,老师早上刚说 大家有牙周病,多半在这儿 他就不会再出血了 我左刷右刷,发现真不出血,很兴奋 第三天晚上,同样他也还没有出血 我更兴奋了,所以反面案例来了 当天晚上,臭习惯又出现了 熬夜12点多,还不睡 就在今天早上,我的牙很愉快的就出血了 所以为什么我站上来 别看我年轻啊,但是我漏习很多 特别多的坏习惯 然后每次上台就说,我反省 然后我要改正,然后参加了特别多的班 传统文化的,学博的,还有很多 然后每次上台就喊话说,我回去一定改正 我一定要改好的习惯,然后学了我要好好用 所以我今天又上来了 然后我还是要学了长生学,好好用 因为它真的很有用 但是如果说我自己学了以后 我光知道它好,然后我习惯不改 就是病的时候就抱佛脚去找 但是等一好了,马上就忘了疼 我就去救习难改 这样是不行的 我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面案例 大家别学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